来 来兄弟们 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直播背景 我们民国设计的 又简单又大气 没有那些什么花里胡哨 等于说从25号开始 我们的直播一直 25号就开始我们的电商之路了 一直会走下去 持续走下去 在这里 那现在呢 我们还是属于在挑品测评当中 然后看一下给大家 会推荐什么样的品 以后品会从这里一直出 我们那么多人在挑 那么多人在选 包括我们的小六 好啦 他接电话没事 现在拿来什么东西 给小孩喝啊 牛奶啊 来来来 哪个小孩 给小孩喝的是吗 我这个黑小孩 我先试一下 管了什么 你都是要喝的以后 是不是 你也不黑 对吧 我要去喝一点 这主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 放心的东西 才给我们小孩 自己吃自己喝 当然我们所有挑的东西 都是经过我们自己 层层筛选出来之后 我们大人小孩 大家都可以喝的 我试一下这个 我试一下 这个也是小朋友 试一下 认养一头牛 其实现在很多的主播 很多头部的主播也都在推这个认养一头牛 因为它确实 不错 品质不错 好 我们也 我们也 跟大家来推荐一下这款 好 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是应该我拿的这个是纯牛奶的吧 纯牛奶 纯牛奶 对 下面还有一个是酸奶啊 还有一个是低纸牛奶 嗯 有其中口味是吧 三个 我听到明哥喝的就就想 你看就就想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好东西 好喝吗 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今天啊 你看我们选那么多好物招待我们小六 哎呀 哈哈哈哈 还没润奶了又来了那个 没事 那这个啊 我们还 我们还没长大 我还是个孩子 给我个牛奶好不好 干杯 牛奶好不好 糖果给你 玩具给你 我还是喝牛奶 嗯 嗯 可以的 这个我觉得好的东西 其实带货也挺挺好玩的 就是做电商挺好玩的 就是可以测试很多好的东西 在你测试的过程当中 你发现好的东西 你第一次碰到那个东西 你会有那种新鲜感 会有惊喜感 对就是觉得 你就觉得我 因为我们 你就拿它 然后我们自己不带货 我们日常生活中 我们也要买羊肉 嗯 那你试到一些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哇 就觉得这东西让你很惊喜 然后你就迫不及待的想要分享给身边的人 我活了四十年 有些东西我居然还没试过 所以才会有更大的惊喜 你想想看对吧 我都快四十岁了 我都快四十岁了 然后六年龄了 没有我十八岁了 我都没喝过这种东西 然后的话呢 我加十八你十六 大哥二十了 那我要叫你六爷了不 那你十七吧 我七十 你不十七 喝吧 你喝完了 又高 喝完了 喝饱了 喝饱了 喝到喝饱了 哎呦 这小孩子喝的 这么 哎 对啊 给我两个一个 我这个辛苦 哎两个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 那我衣修是不是也要这样说 你不喝啊 喝奶了吗 毫无推荐继续给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视频下方的链接 直接下单 任养一头牛 有营养 老人小孩也都可以喝 继续我们同样给大家持续的再推荐更多的 而且听说这个价格相当给力哦 是吧 对 非常非常给力 价格非常的给力 你们直接 能拍两单不拍一单 能拍一单 就尽量多拍 是这样说吧 反正要口令 能拍三单 不要拍两单 能拍两单 不要拍一单 我还是觉得不用钱了 特别好 哈哈哈哈哈哈 我以为你要说什么 那你要不要经常来 你都有得吃 只要你来 那你大把吃的 大把吃大把喝的哦 对对对 OK 任养一头牛 今期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你们的支持 感谢哦 记得下单哦